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无巴雅居 婚姻继续收听《五脸巅峰》 第3334集 一夜暴富 两人说话间已经到了密室前 大悦州的两个弟子正站在密室前 一脸焦急地等待着 见到杨开之后立刻迎了上来 杨师兄 情况如何 杨开问道 他临走之前 孟宏正在炼化那无品的太阳真火 如今数日过去 也不知道结果怎样 顺利不顺利 两个大悦州弟子缓缓摇头 一脸担忧之似 没办法不担心 孟宏这次凝聚的可是无品太阳真火 稍有差池便是万劫不负 心中对陈月愈发记恨了 若非这个女人 大师兄又怎会受到打击 又怎会行此险招呢 没那么快的 月和在旁边开口 才几天功夫而已 又怎么可能有结果 凝聚阴阳五行之力的速度 与自身的资质有很大关系 短则十天半个月 长则一年半载的都有 你自己也凝练过 应该有 体会 严至此处 月和美眸陡然一缩 似是想起了什么 一脸惊骇地望着阳开 在那卧龙身中 阳开前后 不过只花了二十天左右的时间 就凝聚了七品土行之力 这种速度简直恐怖 当年它凝聚无品力量 哪一次又少于半个月 最长的一次可是花了三个月功夫 二十天凝聚七品力量 这家伙的资质和底蕴 到底有多么恐怖 阳开却是没有察觉到 他的念头 想象自己凝聚五行之力的情景 似乎确实如此 吩咐那两个大月舟弟子道 时刻照看者 若有一样立刻来报 是 阳师兄 两个大月舟弟子拱手回道 重新回到自己的房间中 月和一步一驱 如影相随 阳开也慢慢习惯了 对他并没有太多顾忌 直接清点起这次原刺山 知行的收获 在那原刺山下 他自己本身收获就已经不小 三品和三品以下的神石 并没有搜集 只找了三品之上的 其中四品的神石 足有一百多块 五品的三十多 六品的也有四块之多 但此一项就价值上亿开天单 月和和郭子言等人的收获 就更多了 毕竟他们人也多一些 比起阳开的收获 要多上三成左右 最后在那通道口处拦路打劫 又总共搜刮了 十七八块六品的原刺神石 这是一个极为恐怖的数字 足以让那些动天浮体都为之疯狂 也只有在这太虚境中 才会有这么恐怖的收获 放眼外界三千乾坤 根本不会有这样的机缘 零零总总算下来 三品之下的原刺神石 不计其数 四品的两百四十五块 五品的七十三块 六品的足有二十六块 即便是按市面上流通的价格来算 摆在阳开面前的这些原刺神石 就将近六个亿的开天单 但如果真的拿出去卖的话 肯定不止这样的价钱 一夜暴富不过如此 而且这种天才地宝还是硬通货 无论放在哪里都不会无人问津 而是会引起空抢的好东西 哼 少爷 你发财了呀 月和野孝的眼睛弯成了月牙形 杨开得意 他好似比自己收获还要开心 杨开也心情大好 没找到七品神石的郁杰一扫而空 大笑道 一般一般 月和言嘴娇笑 少爷日后若是飞黄腾达了 可不要忘了人家的安前马后哟 杨开大气地一挥手 放心 日后但有我一口诗的 就不会让你饿着 月和美眸盈盈 那就谢过少爷了 杨开将所有的言词神石暂且收起 又取出了如意袋 言词神石是能计算出价钱的收入 这一袋子言词神光 却是根本无法计算价值的 这东西威力巨大 诡异莫测 全力冲刷之下 这世上鲜少有人能抵挡得住 最起码太虚净中根本无人能挡 不过虽然拿六合如意袋 收集了不少原词神光 可如何利用 杨开确实有些犯愁 正常来说 武者确实可以利用这原词神光 来凝炼金形之力 真若成功 品相绝对是六品 可这世上估计没有哪个武者 会有这样的本事 能将这种凝实的原词神光 引入道印还安然无始 真要是这么干了 恐怕用不了多久 道印就会被原词神光 冲刷得崩碎 身陨倒消 有什么好建议 杨开扭头望着月合 这女人虽然疯疯癫癫的 但毕竟是五品开天 论见识月礼 杨开拍马也赶不上 月合皱眉沉饮 许久之后才缓缓摇头 我想不出来 她之前虽然建议杨开 先收了原词神光 日后再想办法利用 可世道临头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她倒是想让杨开吸收着原词神光 以杨开之前 在原词神光中来去自如的表现 应该可以做到 不过这话说出来 只会自讨没趣又何必开口 杨开自己也是一筹莫展 得了好东西却用不了 确实让人无奈 而且如意带中的原词神光 若是不尽快想办法转移掉 柳和如意带也没法留作他用 总不能日后淫敌的时候 将如意带打开 放出原词神光吧 真要是这么干的话 倒也不是不行 可那原词神光应该禁不住几次消耗 就会释放异空 实在太过浪费 与月和两人面面相去 一筹莫展 许久之后 杨开才放弃 实在不行 以后只能在对敌时 把原词神光放出来了 浪费就浪费 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让月和退下之后 杨开闭关参悟 目惑神通 日子一点点流逝 原刺山中的消息也逐渐发酵 杨开以帝尊之力 一招必杀一位三品开天之士 不敬而走 许多人不愿相信 毕竟这种事太过雷奇 纵然是在太虚境中 开天境也有开天境的底蕴 岂是那么好杀的 而且还是一招毙命 除非是偷袭才会有机会 不过当时很多人亲眼所见 传得有鼻子有眼 倒是让人起疑 空穴不来风啊 再加上杨开后来 在那原刺山下的地洞内 拦路打劫 一仗两头凶兽之威 借助原刺神光之力 逼得数千人低头 不得不忍辱被其搜刮 杨开这个名字 迅速在太虚境各处传播开来 也彻底进入了 各大小势力的事业之中 可谓是一意成名 更在有心人的推波助澜之下 几乎大半个太虚境的人都知道 原刺山上的原刺神石 基本上都落入了杨开的腰包 尤其是那些六品的 几乎一块不剩 传言在那原刺山中 光是六品原刺神石 杨开就得了不下百块之多 五品四品的根本无法计算 不少人没听过杨开之名 四下打探 很容易就得知 杨开竟是新任的赤星六当家 一时间 无数道目光 瞩目在赤星掌控的星室之中 每一天都有舞者 从四面八方赶来 一时间 星室竟是风起云涌 人马回魂 杨开的府邸四周 茶楼酒楼里 一双双眼睛隔空望来 紧密关注 更有人慕名来访 来到府邸前 爆出一个又一个名号 看门的下人 哪儿见过这等阵仗 连忙前去通报 找不到杨开 就只能找岳和 岳和接待了几波之后 不胜其烦啊 这些家伙赫然都是听说 杨开收获了这么多好东西 赶紧来攀交情 拉关系的 个个号称 自己多么多么厉害 想要加入杨开 麾下效力 有点自知之明的 只求一份五品神石 大言不参者 更是要一份六品神石 一个两个也就罢了 每天都有这么多人 来大放厥词 月和一怒之下 打断了一个人的腿 丢出门外 这才让府邸清静不少 一座大殿之中 几把交椅之上 一道道身影静默 每个人都气息深忧 除了神龙 见首不见尾的大当家之外 史兴四位当家齐聚 陈天肥 秦夫人 贝玉山 欧阳兄弟 严格来说是五个人 只不过欧阳兄弟 向来共同进退 所以只能算是一位当家 独娘子和甘虹 被杨凯斩杀 就死在这个大殿之中 虽过了好些天 但这大殿中 似乎还有鲜血的气息 特制的椅子上 陈天肥仿佛一个肉身 坐在那里 脸上的肥肉堆积在一起 连眼睛都被遮挡住了 秦夫人轻轻地 撩拨面前的 古琴的琴形 叮咚之音 栩栩流淌 仿佛一只无形的小手 扶过众人的心蹄 让人不由自主地 心神放松 陈天肥干咳了一声 开口道 最近形势的变化 这位相比也都感受到了吧 被玉山翁声道 来了好多人 是啊 来了好多人 陈天肥黑黑一笑 都是为咱们那位六当家来的呀 我就想不明白了 才不漏白的道理 这小子难道不懂吗 欧阳兵道 本来外面的传言我还有些不信 不过 最近我确实信了 早知如此 我等也该去那言辞山看看才是 陈天肥道 现在后悔已经迟了 东西都已经入了他的腰包 欧阳列道 他乃痴心六当家 既有收获 总该上较一部分才是 怎得回来这么久 也不见动静 陈天肥扭头望了他一眼 不如欧阳当家去问问他 欧阳列身色一致 这种话他哪敢去问 当日 阳开枪杀毒娘子和甘虹 他可是亲眼所见 那两位在阳开面前 连十夕功夫都坚持不到 自问就算兄弟联手 也不可能是阳开的对手 陈天肥一语了他一句 又轻了轻嗓子道 柳当家收获多少 而暂且不谈 在那冤子身中 他可是得罪了不少人 雷光的朱当家 亲自挂来找我 说那姓阳的在冤子身上 杀了他们雷光一两百人 连别界都惨死当场 让我痴心给他们一个交代 雷光要我痴心给交代 乌阳兵眉头一条 鬼个屁的交代 被羽山怒吓一声 往年在那姓氏之中 我们痴心与雷光诸多争斗 痴心弟子死在他们手上的 也有不少 怎得不见他们来给我们交代 要我说 柳当家这次杀得好 别见那臭小子 老子早就看他不爽 只是一直找不到杀他的机会 回头我去找六当家喝酒 敬他一杯 陈天斐嘴角抽了抽 那边秦夫人按住情形 轻起朱唇 大当家怎么说 陈天斐缓缓摇头 大当家什么也没说 那就是不管了 欧阳烈问道 陈天斐道 雷光可以不管 但剑阁确实需要警惕啊 被羽山恶然道 有关剑阁什么事啊 他这人长得虎背熊腰 人如铁打 性格也比较耿直 这些日子一直在闭关修炼 对外面的事倒是不怎么清楚 若不是陈天斐召唤 他还不会出关 秦夫人轻轻地说道 听说在那园瓷山上 因为咱们六当家的缘故 剑阁的人 死伤数十人 连星落剑阵都被破了 忠凡 骆青云 卢雪 重伤逃断 险些密丧当场 被羽山掩住的邓元 不可思议道 忠凡那老家伙都被打成重伤 这也是咱们六当家干的 身为赤星的当家 怎会不知剑阁的恐怖 那骆青云和卢雪也就罢了 与他一样都是四品开天 但那忠凡可是五品 陈天斐白手道 他倒是没助手 不过此事与他有很直接的关系 甚至可以说 剑阁那些人的死杀 全是因为六当家之故 剑阁那一边 也派人过来了 秦夫人戴眉谨证 诚如陈天斐所言 雷光什么的 赤星倒是不惧 可是剑阁能不招惹 还是不要招惹 在那兴事中 供出了那么多年 剑阁到底有什么样的底蕴 连他们这些人 都不太清楚 剑阁若是真的派人过来 倒也好办 陈天斐重重叹息一声 可惜啊 他们并没有这么错 秦夫人等人闻言 都不禁皱眉 面露忧色 你们也知道 那群剑修到底有多么疯狂 陈天斐愁眉苦力 柳当家打着赤星的旗号 在那冤子身上 招惹了那么多人 也就罢了 偏偏还与剑阁结下生死之仇 这事没法善了啊 这几天我眼皮子跳得厉害 总有一种 善于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生死之仇 剑阁不可能就此罢休 秦夫人缓缓摇头 欧阳裂道 这事难办了 若只是打上刀也罢了 关键死了那么多人 而且 星落剑阵是剑阁的根本 此剑阵被迫 不抵是打了剑阁的脸 剑阁确实不可能善罢甘休 欧阳兵接着道 传令下去吧 让下面的人最近都小心点 尤其是碰到剑阁的 这人有多远躲多远 最好不要与剑阁中人 有什么接触 欲之后事如何 昏赢继续收听 《武烈巅峰》 第3335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武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武八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 新生出牵挂 共谁演绎着掌 金鸽铁马 谁祝福真又算得到吗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